接班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那兩個老師呢 就是李世遠第一個跟吳芳宇最後一個 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重新編號 那他要統計 到底這些老師有沒有來參加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也再把那個 我們的範例檔裡面的這個叫教師研習時速統計表 這個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先做幾件事 第一個把這個序程二複製一個 那複製最快的我習慣是用拖拉過來按Ctrl鍵 拖拉按Ctrl鍵放開這邊又多一個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改成三 其實應該可以改成進階 不過這個是入門班 進階班 然後呢入門班 全部都這14個老師參加 那進階班的話這邊把它改一下 改成進階 進階班的話呢 不是每個老師都參加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這個老師跟這個老師沒有參加 時速的話呢 全部都改成兩個小時 編號呢重新再把它編一下 這個按Ctrl鍵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按按Ctrl鍵 好那就是這個是入門班的 有這些老師他參加多少時速 這個是進階班的他參加的時速 那我去的意義是總表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呢 這些老師是學校裡面所有老師 到底他們參加的時速各為多少 請你把它統計出來 當然理論上實際實際實務上面 當然可能不只是這兩個 這兩個可能還有更多一堆的這個工作表 那你要全部幫我怎麼樣 把他時速加總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人的名字 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個條件 請你幫我在某一個範圍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這個人 有的話呢 請你幫我把隔壁的那個時速加起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想說這個應該放在第二個引述 那第一個引述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個範圍 第三個引述呢 就是這個範圍 那你請你幫我把這個引述時速全部加好 那你不要傻傻的這樣 王慶祿切過來看一下 王慶祿有沒有 沒有 好換下一個 有沒有 沒有 他就是0 這樣的話呢 李四元有沒有 1.5 計算機先打一下 然後換下一個 李四元 沒有 那就1.5 所以這邊再填1.5 我知道應該有人這樣在做事情 那這樣子做事情的話 應該要做很久 沒有效率在做事情 或者是你大量工作表 全部都要做完的話 哇 那這個效果更明顯了 按下去 全部 後面的全部工作表 全部都往你加裝起來放在前面 這感覺其實非常棒 可是難度大概相對會增加 但是原理原則 都跟前面是有連貫性的 OK 那請各位先想想看 這地方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怎麼解 再來的話其實就是 就是一樣做插入函數 那用3米幅 那第一個range 記得這邊 這邊就是切到序則2 它前面會多一個什麼 序則2 驚嘆號 你就把這個範圍給選起來 再來的話呢 你在點擊criteria的時候 它會幫你切回到序則1 因為你是以序則1當成是基準的工作表 所以其他的工作表會加序則2 但是如果一樣是序則1的話呢 那就不用加 所以王庆路 也就這個王庆路在序則2的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出現 有的話呢 就幫我加總 但加總的話 一樣還是要加總這個序則2裡面的這個時數 所以把這個時數選起來 那因為等一下再切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切回去的話 你可以再點一下criteria 所以基本上 選完之後呢 最好都回到中間這一個 它就會又切回到序則1了 那因為等一下要向下填滿